早上強管的二十四項滴油的油品 都可能有染到 香港來的工業滴油 今天一頭早 五頭百號第一公司 就出面回系列 也算不說要來回收紅蔥頭肉 另外用到噴水油造型的產品 現在又新增到7-11的三鮮燒賣 新增台港的是高雄空廚 現在已經把市民上 七點五檔的產品全部回收 高雄市衛生局和環保局營館 一頭早就來到高雄空廚 因為一般7-11便利商店台港的三鮮燒賣 天禮拜給郷燕昂常以為 電油群雙桶滴 其中有用到公館的傳統香滴油 也只要主動通報 衛生局變成了給回收 三到八月生產的產品 就是三鮮燒賣 這一支產品就是九十一公噸 那下價的是七點五公噸左右 市民上最近七點五檔的燒賣 已經全部回收 不過三月到八月這段期間 共養空廚中共生產九十一檔的燒賣 也許有台北婚已經讓消費者載下去 在這裡對於朋友的產品 共館另外二十四項豬油產品 也有可能參與香港的鎮燒豬油 股頭白的安鮮肉色 再去也自己選擇 因為使用到共館的其中一項豬油 要做以方向的樂計 這次強灌豬油事件的風波 造成牛頭牌廣大愛用者 跟我們產品代言人阿吉斯這邊的困擾 我們這邊要在此表示最深跟最誠摯的道歉 對共館公司要求賠償 但也強調其他骨頭牌的產品 都不是使用豬油不安全問題 今次我們在下面找到台南各頁報道